日本天皇被迫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昭和天皇透过玉音放送 发布中战诏书 日本对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画上据点 2011年雄狮旅行社的19人旅行团 在中国吉林发生游览车翻覆意外 当时疑似一辆小轿车超车不当 擦撞游览车造成车辆翻落边坡 在场意外酿成四名台湾游客死亡 十五人受伤 黑龙江派过来的师傅 他平那边派过来的师傅 他这几天来 今天是我们第六天 他有好几天开在高速公路上 一手讲手机一手开车 好几次 然后我们也透过打游反应 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2012年香港保钓船起风二号 成功登陆钓鱼台岛 这是两岸三地保钓人士 十几年来第一次成功登上钓鱼台 不但插上中国五星旗 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也登上了钓鱼台 有听到吗 2017年由于中油承包商换零件实务处 导致对台电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管线停止供气 造成全台838万户大停电 668万用电户轮流停电 时任经济部长李世光和中油董事长陈金德 先后请辞负责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